大家好,我是epixia 今天要带给各位的是历史上的周瑜 那么我们开始吧 周瑜自宫井,卢江书县人 他的唐祖父唐叔都曾任汉朝太尉 他的父亲周易曾任洛阳令 周瑜本人长得十分高大俊美 在最初的时候,孙坚起兵去讨伐董卓 将家人迁移到了书县 孙坚的儿子孙策和周瑜同岁 因此两人结识了对方 关系很亲密 周瑜还让出了一个大宅院给孙家人居住 并且登堂拜见孙策的母亲 所以两家人的关系很好 公元195年 周瑜前去看望当时身为丹阳太守的从父周上 这时孙策也刚刚登渡来到了丽阳 写信给周瑜 周瑜就带着兵马去迎接孙策 孙策高兴地说道 我得到你,什么事都能成功了 随后,周瑜跟着孙策一起去攻城掠地 击败了许多的豪强 当孙策已经有了数万人的军队后 就对周瑜说 我用这些人来平定吴郡、会计郡和山岳人足够了 你回去镇守丹阳吧 周瑜就回到了丹阳 过了一段时间 袁树派袁印去取代周上为丹阳太守 周瑜就和周上去了寿村 袁树想要收周瑜为自己的将军 但周瑜看出来袁树不会有什么作为 就提出去做居朝县长 实际上想要找机会返回江东 袁树答应了周瑜 公元198年周瑜返回江东 孙策亲自去迎接周瑜 授予他健威中狼将 两千士兵和武士匹马 那年周瑜24岁 吴郡的人都称他为周狼 因为卢江的百姓 佩服周瑜的恩德信义 于是孙策就命他去镇守牛主 后来又兼任春谷县长 再后来孙策想要去进攻荆州 就任命周瑜为中护军 领江夏太守 去进攻晚城 攻下来后得到了桥宫的两个女儿 都是清国清城的美女 孙策娶了大桥 周瑜娶了小桥 随后他们接着进军巡洋 击败了刘勋 又征讨江夏 平定了豫章 卢灵 周瑜则留守八丘 公元200年 孙策死去 孙权继位 周瑜带兵前去奔丧 然后就留在了吴郡和长使张昭一起掌管全部的事务 孙权继位的时候只有几个郡 其他比较偏远的地方也还没有归附 并且天下的英雄散落在各地 没有和孙家建立起君臣的关系 但周瑜张昭等人认为 孙权能和他们一起共创大业 所以决定服侍他 在周瑜担任居朝县令的时候 结识了鲁肃 觉得鲁肃是个奇才 后来鲁肃正准备去投靠别人的时候 周瑜就对鲁肃说道 昔日马元对汉光武帝说过 在当今世上不仅仅是君主选择自己的臣子 臣子也会去选择自己的君主 如今我的主人孙权清净贤财求贤若可 而且我听说古代哲人的密论 继承天命替代流逝的人 必定起于东南 最终会构造出帝王伟业 我的主人孙权与天命相符合 也正在东南 随后周瑜向孙权推荐鲁肃这个有才能的人 并且建议孙权应该多寻求鲁肃这样的人才 才能成就工业 不能让他们离去 公元203年 甘宁前来归降 周瑜和吕蒙一起推荐他 因此受到了孙权的重用 三年后 公元206年 周瑜率孙瑜等人讨伐马宝二屯 斩杀了他们的首领 俘获了万余人 江夏太守皇祖派遣部将邓龙 率数千人进攻财商 周瑜率军反击 活捉了邓龙 送往吴郡 公元208年 孙权征讨江夏 周瑜被人名为前部大都 同于年9月 曹操率军南下 刘从投降 曹操得到水军数十万 随后接着向孙权逼近 江东的将士们都十分的恐慌 孙权召集群臣前来商议 大臣都说 曹操是虎狼一样的人 借用汉朝丞相的名义 挟持天子来讨伐四方 每一次行动都是以朝廷大义为借口 如果抵抗他 恐怕下场更惨 何况 将军林的优势 是用长江来抵御曹操 但现在曹操得到了荆州和水军 他可以水陆并进 我们的实力远没有他那么强 现在最佳的选择 应该是投降迎接曹操 周瑜却说 不对 曹操虽然是汉朝丞相 但其实是汉朝的贼子 而将军里神武雄才 继承父兄的工业 独霸江东 兵多匠广 物资充足 正应该替天行道 除去兼贼 现在曹操自己来送死 为什么要投降迎接他呢 周瑜接着说 假设现在北方已经安定 曹操没有后顾之忧 就能够和我们进行一场 旷日持久的战争 但曹操 他们能够和我们 在战船上面较量吗 更何况 现在北方没有安定 马朝韩隋还在关西 是曹操的后患 而且舍弃骑马 用舟船来和我们打仗 也不是他们的长处 现在天气寒冷 战马也没有草料 大军长途跋涉来到这里 肯定会有很多人生出疾病 这些都是用兵的大忌 将军您活捉曹操的机会 就在今天 我周瑜请求带领金兵三万 入驻下口 保证为将军击败曹操 这时孙权也说道 曹操想要废掉汉朝 自立很久了 只是忌惮 袁绍 袁树 吕布 刘表和我 但现在群雄都已经灭亡 只剩下我了 但只要我还在 我就会和曹操斗争到底 你说的和我内心所想的一模一样 这简直就是上天把你赐给我啊 后来刘备被曹操打败 渡过长江后和鲁肃在当阳相见 于是就一起商议计策 驻军在下口派诸葛亮去见孙权 孙权就派周瑜、陈朴和刘备一起迎击曹操 双方在赤壁相遇 因为曹军的很多士兵都得了疾病 一交战就开始败退 撤退回长江北岸驻军 周瑜他们则在南岸 这时黄盖对周瑜说 现在敌众我寡 但是曹操大军的船只是连起来的 我们可以用火烧来击败他们 随后带领着几十艘战船 装满材草 中间放满膏油 然后用布盖上 再写信告诉曹操他要投降 随后就向曹军大营驾驶过去 曹操的将士们都一边看一边说到 黄盖要来投降了 这时黄盖下令点燃各个船只 撞进曹军的大营 当时正好风也吹得很猛 有无数的士兵马匹被烧死溺死 大火蔓延烧上了曹军岸上的营寨 曹操的军队只好败退回了南郡 周瑜和刘备等人一起追击 曹操留下曹仁守备江陵 自己则返回北方 后来周瑜和陈朴一起进军南郡 和曹仁隔江相持 两军还没有交锋 周瑜就先派甘宁占据了夷林 曹仁分出一部分兵马去围攻甘宁 甘宁向周瑜求援 周瑜就采纳了吕蒙的计谋 留下领统守卫后方 率军支援甘宁 甘宁的包围解除之后 就渡过长江驻扎了下来 和曹仁约定日期决战 周瑜亲自骑马督战 被剑射中 伤势很严重 只能退兵回营 曹仁听闻周瑜卧病在床 亲自督率士兵上阵攻击无军 周瑜不顾自己的伤势 巡视各营 激励将士杀敌 曹仁只好退走 再后来 孙权任命周瑜为偏将军 兼任南郡太守 把四个县给了他 作为他的封义 让他屯兵于江陵 当时 刘备以左将军的身份 兼任荆州墓 刘备前来拜见孙权 周瑜就上奏书说道 刘备是个枭雄 又有关羽张飞这样的猛将 一定不会愿意受人支配 最好的方法应该是 把刘备迁来吴郡 再给他修建宫史 美女和珍宝 让他沉迷于酒色之中 再分开关羽张飞两个人 然后我率兵攻伐他们 但现在轻率地让出土地 资助他们 恐怕就像蛟龙得到了云女 再也不会是池中之物了 但是孙权认为 曹操是个更大的威胁 他还需要招揽各地英雄 又害怕刘备难以制服 就没有采纳周瑜的意见 公元210年 这时刘章任一周目 外面又有张鲁入侵 周瑜就对孙权说 现在曹操刚刚受到挫败 无法和将军宁交战 我恳求去攻占属地 占领蜀地吞并张鲁 随后谋取北方 孙权答应了周瑜 但周瑜在准备出征的路途上病死 当时才36岁 拜